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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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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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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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吗 拜托 我送你回去好吗 坐过点 你别以为你帮我搬一件东西送我回家 我就原谅你 我就感谢你啊 我就是觉得 你在你那朋友江洋那儿干那个主持那事 有必要的跟你说了 你留下 我走人 那我已经决定了 我希望你别误会 犯不上跟我赌气 我自己有工作 我到时来纯粹就是帮哥们忙 帮完忙我就回来了 其实也就剩下那么几次了 你呢 再坚持坚持也就过去了 你在你那朋友江洋那儿干得挺好的 没准还能跟他们公司长期合作 犯不上因为跟我赌气较劲 失去这么好的争权的机会 对吧 那你有什么关系 再咬咬牙 跺跺脚 坚持那么几次 我不就消失了 对吧 我能上楼了吗 能 请一定放心 我现在立即滚蛋 未来将迅速消失 他赶快消失 到最后 到最后 随便 下一随便 看看 нал随便 盈 这是 小ola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 你摄影师找到了吗 陶导 我向毛主义发誓我真的一直都在找 但是又好又便宜的摄影师真的是太难找了 行 那不行 不 反正不行就接着用它吧 陶导 你太神经神义了你 让人受委屈了 回头请你吃饭 行 先这么着吧啊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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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功臣 那个下回什么时候 大夫说是十八号 你不用陪我来了 你就该忙忙你的去 我自己来就行了 怎么说话呢这是 什么叫不用陪你来啊 我是谁啊 我必须陪你来 这么好呢 特别是吗 好 来 给我拿着 我拿我拿 男的拿着包不好开 好吃吗 哪吃呢 下了包以后我接你 还是他妈 行 还是他爸 你希望咱们只是男孩还是女孩 甭管男孩女孩 反正只要你一生的我就高兴 我都喜欢 谁啊 垃圾电话 行了 你走吧 没事 没事 那个 到了办公室多喝点水 然后那个 做动作的时候小心点 别撑哥撑腿 尤其是别提重的东西 保护点孩子 行 知道了 垃圾电话 你怎么那么多垃圾电话呀 到处刘浩子 刘浩子 刘浩子 您好 您好 对对对 我素素卿 行 那你们聊着吧 我上班去了 好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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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好 你注意点啊 真羡慕你啊 老公对你真好 你最近身体恢复得挺好吧 身体挺好的 我这些天工作实在太忙了 也没时间去看你 以后有什么事呢 咱俩最好电话联系 我有事 怕电话跟你说不清楚 所以我就来了 什么事 前两天我去医院 本来想把这孩子做了 可是医生说 我子宫内膜太薄 我自己做了 如果做了的话 以后就怀不上了 怎么会这样啊 我也不知道 你说这以后 要怀不上可怎么办呀 不不至于吧 能有这么严重啊 是不是太夫吓唬人呢 一开始我也没信 后来我去了好几家医院 都这么说 那你又有什么想法 我想把这孩子生下来 你怎么说反悔就反悔呀 咱不都说好了吗 咱不都说好了吗 你说你 你上回找我 你说你打台没钱 对吧 我向你道歉了 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你了 还把你送回家 还给你钱 让你换新房子 不是你现在说反悔就反悔 非要把那孩子生下来 你让我怎么办啊 我说句心里话 我怎么知道你现在肚子里 怀的孩子一定是我的呀 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竟然不相信我 你拿我当家家 当什么人了 你以为我是裴久小姐啊 我也是个大学生 那天在KTV 要不是你对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 我是不可能跟你走的 大夫跟我说了 如果我拿掉这个孩子的话 以后就再也怀不上了 我不想这一辈子做不了妈妈 我在这儿不认识你一个人 我不找你我找谁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等孩子出生了 我们去做亲子鉴定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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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哭行吗 你先别哭 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我跟你说不清楚了 我怀了你的孩子你都不相信 我怎么跟你说清楚 是 那天晚上啊 那天晚上啊 我确实喝太多了 我现在特别特别后悔 我向你道歉 道歉有用吗 道歉能把这孩子道歉回去吗 可我也有家呀 我也有老婆呀 而且我们俩感情一直特别好 她现在也怀着孕呢 你叫我怎么办呢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我也是怀了你的孩子呀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你怎么办呢 家里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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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你不把那孩子生下来 你 你尽管跟我提要求啊 我一定尽量满足你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你凭什么奉取我当妈妈的权利啊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我必须生 家里你平静平静了 你听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你 你绝对不能生 你想想啊 你现在还年轻是吧 你得为你将来考虑 你将来怎么办 你这未来怎么办啊 你是在担心我 还是担心你老婆吃的 你知道啊 当然是担心你了 我当然 最好也别影响我家庭 是吧 我的未来不用你担心 你的家庭也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想要这个孩子 等这家 我再最后跟你说一遍 你这孩子绝对不能生 这孩子我必须要生 你公司在哪儿我知道 你家在哪儿我也能打听得到 你要是不让我生这个孩子 你就别怪我 这孩子是你的 我在这儿又无亲无故的 我只能来找你 我找你我也不图其他的 我只希望这个孩子 能够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在孩子出生之前这段时间里 我不方便找工作 我希望你能照顾我 帮助我的生活 我保证我不会闹 更加不会去影响你的家庭 我只希望 能当个妈妈 对 对 香园豆香机瑞士进口的优质产品 全新的设计 更新的平衡感 是我们家庭主妇的好帮手 目前市场价格是三百七十九元 没有打印的 如果现在拨打出账的牌 就很新的优货价格一百七十九元 马上省了两百元 喂 小杨 我 你找的那个杨桃拍那个片子 我省过了 效果还不错 挺上镜的 你通知那个摄像还有杨桃 好 明天咱们接着拍 好 好 借我 好 谢谢你 以后再说吧 不是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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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开始录节目了 都说什么 哥 哥 别跟那一般介绍啊 来 来 咱们开始了啊 好的 才是准备差不多了吧 好 差不多 行 来 那咱们开机 好 准备 来 那个 转过来吧 好 来 那我们开始啊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的烹调方式啊 多是煎炒 所以中国厨房啊 真的都是油烟种地 那我们家庭主妇呢 我们不是不喜欢做饭 我们是真的很讨厌这个油烟 首先啊 油烟会产生致癌物质 还有 我们真的不希望 被这个油烟循准和黄脸婆 你们俩今天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没事啊 好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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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们俩今天 怎么回事 没事吧 什么没事啊 你还盼着打起来啊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保持啊 继续保持 陶大 门备差不多 咱们就开始了啊 好 可以了 好 来 那咱们开机 好 开始 首先请大家跟我感受一下 好柔软啊 说实话 电视机前面的您 我替您有一点遗憾 因为您真的不能够感觉到 当我的手触碰到这个 鹅绒被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种弹性和柔软度 因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百分之百 鹅绒的填充 那么鹅绒呢 它能够在所有的材质当中 是起到最好作用的防止空气 浸 我觉得这句老说不过 停 停 停 咱们能不能再来一次 行 再来再来 是 说得更流利一点 我那句老了 老没说说 孙总 没事 没事 你坐 坐 是要再拍一遍吗 对对对 觉得还是缺点那种感染力 是吧 对对 我给他说一下 好 水啊 你看 我觉得 你还是没有把优势完全发挥出 这就是上次 我提示你这个按摩锤 这跟那个异曲同工 你应该举一反三 就动用你的肢体去展示 那种舒适 那个感觉特别好 你应该把你的优势 发挥出来 你身材这么好 为什么不用呢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 咱们这个电视购物的精华 就是不怕过就怕不够 你应该把 把这个被子盖到身上 去感受它的温暖 还陶醉 这不是被子 这是爱 那那那那 那种舒适的感觉 那才会打动观众 是吧 好 我知道 这不赖你 这个我考虑的不太周全 这 这个环境不太适合你表演 小杨 你马上准备一个大的西梦丝 把这个全部撤掉 把西梦丝摆在这儿 把这个被子铺在西梦丝上 让小杨躺在上面边 非常非常好 上一次给王小花 准备的那个睡衣在哪儿 在外边 拿 拿 拿 太好了 这个主意非常好 这一下就可以激发你的钱 激情就死射了 真的相信我的主意 来来来快 是这一下吗 是是是 就这个 这一下就到位了 小杨 我觉得把这些衣服换成 你穿上这个睡衣 然后 在这个洁白的西梦丝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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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想一下啊 你穿着这个睡衣 在 在这个被子里面 盖在身上呢 慵懒得 就像威娜斯初遇一样 当然 你比威娜斯好看多 她没胳膊你全有 你比她有优势 就躺在这儿感受 脑海里又有一 一个那个旋律 Only you Only you 然后打一哈气 伸一个懒腰 去感受这个被子的柔软 然后说 这不是被子 哦 这是 爱 Only you 这 这 这个感觉太刀背了是吧 这 这特别有感染力 这 这特别有感染力 就像快 准备这个席梦丝 就按这个方案 您的意思是让我现在去买是吗 买就不用了 太贵了 那这样 席梦丝我们就不用了 我们保留这个精华 你 你只要穿上这个睡衣 多展现你的肢体 然后那种 那种陶醉 温暖把它展现出来就够了 我 我绝对就可以 来 那个 对不起啊 孙总 我想打断一下 您的这个想法没问题 咱们现场拍摄也没问题 但是可能这个 后期制作会有点问题 因为咱们这个背景都是一个绿背景 对吧 您让主持人穿的这个睡衣呢 它也是绿的 回头后期制作的时候 这个抠像啊 抠绿 到未来电视台播出的时候 那主持人就上个脑袋了 那 那不行 那太可怕了 这 这 这谁脑袋巴巴巴巴说话 谁敢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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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换 换一个别的颜色呢 好 学样 快 那我现在去买 怎么老买呢 我 我老提醒你 心中要有成本 就去学不会呢 就买买 不是钱吗 就这一件 那 好吧 那就说 用不上了 可惜了了 这好身材 好吧 把单案 那就下一次再用吧 每次电话来得这么及时呢 你说的 对不起我 我再接个电话 你们先接着拍 这样 一会拍完你带我办公室 我们一起唱了一下 未来的那种发展前景合作 啊 哎呀 你 你们接着我们的工作 我不打扰了 好来 好来 他就那样老饭抽 你甭笑了 他就那样一阵一阵的 你别搭理他 好 咱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你就照你那套来 我把我那词顺一下就行了 进去 咱们来把它拍完 焦阳 你们这孙总是叫孙子吧 你太逗了你 来 拍吧 拍吧 来 咱们开机啊 好 主持人还可以再放轻松点啊 行 那咱们开机了 好 来 来 三 二 一 开始 首先我要先请朋友们 跟我一起感受一下 这款贝斯的手感 快 请进 孙总 你好 你好 快坐 快坐 您找我啊 对对对 坐坐坐 不好意思啊 你说咱都合作这么久了 也没找时间 好好跟你单独沟通一下 太忙了 抱歉 抱歉 您别客气 我就是来客专主持人而已 什么叫客串啊 我告诉你 就咱这节目全职啊 你在这儿增光天才了 没你节目都没人看了 对了 我听那个焦阳说 你现在没签什么公司 还是自由身呢 对 我现在还在那个求职阶段呢 太好了 这就是我想跟你谈的事情 公司呢 希望在未来几年呢 不光从这个栏目制作主持人方面 还希望能够拓展一些 像影视的制作拍摄发行 包括这个议员的经济 还有这个影视基地的经营开发 包括唱片 希望全方位发展 因为公司以后 不法可能卖得会比较快 也需要大量的人才 进入公司 帮助公司一起发展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愿意 加入到公司来 这个和公司同发展 共定率 您的意思是说 我有可能成为正式员工是吗 这个正式员工 我又跟你聊得那么多 不只是正式员工 你是将来公司 最主要的核心竞争力 我希望呢 公司平台搭建得差不多的时候 能为你量身打造一部电视剧 你来演主演 请国内所有的一线 给你当绿叶 真的 到时候再用公司的这些平台 一些栏目 给你做做宣传 不出两年 你就会成为国内 一线顶级大腕 您 您让我主演电视剧 江洋 那个杨涛身上别的那个 无线那个麦克哪儿的吗 不知道 没事 没事 好主演 对 我答应了 好主演 好主演 我现在推荐了 嗯 你现在欣赏了 我现在是要去给了 你出了 쪽 就从三十万年薪开始算起 三十万 当然 如果第二年你做得好 出色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超过百万的 你有其他的想法 也随时可以跟我说 不是 不是 我真不是有其他想法 是第一 我真的干不了这事 第二 我知道我能力在哪儿 我拿现在就拿三十万的年薪 我觉得这是我 不是我能力范畴之内的 那这 小杨 我告诉你 我就喜欢死你这可爱劲儿 真的 你是 怎么着 还嫌钱多 烫手 你太可爱了 真的 你是我第一个碰见说嫌钱多的人 我告诉你 机会不是天天就有的 有了就得抓住 就这种条件 只要让其他那些一门心思 想着发财当明星的女孩 能把我这门挤破了 你看这又是命 他们想来 我还不要 我就看好你了 您跟我说 这事说得真的太突然了 我都有点挺懵的 没事 没事 对你来说可能突然一点 可是对我来说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也不用着急回答 有时间呢 好好仔细地去考虑考虑 随时跟我沟通 以后都是一家人 行 我再琢磨琢磨吧这事 好 我怎么觉得你们这孙总 有点神神道道的呀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什么呀 他说 他有影视帝国的一个梦想 要去实现 然后要公司 要变成这行业里的什么 好顾母见领头军什么的 关键他还说 他要包装我 然后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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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钱拍一部戏 让我当女主角什么之类的 年薪从三十万开始什么的 他是人靠谱吗 不是吧 他是要哪儿弄钱 整什么影视帝国去啊 你又不是没看见我们公司 裁员裁的就剩这么几个人了 我都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不过 好像他老婆挺有背景的 那会不会他老婆 在外边给他占点钱来了呀 你也知道现在什么基金呀 风头啊什么的 好像还挺火的 那个 对不起啊 打断一下啊 那个杨桃先跟你道个歉 我刚才找你那个 别在身上那个无限麦 就无意当中听到你 跟那个孙总的谈话 那个给你个建议啊 反正我觉得这哥们儿 挺不靠谱了 给你下钩子呢 其实我觉得孙总他也不敢明目张胆 那怎么样吧 你说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先把这几期录完了 如果这老家伙还是那么不识趣的话 到时候别说你 我第一个不答应 我就给你们结账 你们走人我也辞职 你别 你找着一工作也不容易 反正我把这期录完了我就不干了 说不定我到时候都找着别的好工作了呢 你不用到时候再说吧 不过说实话通过这段时间接触 其实我对果然的印象倒是改变了 以前吧你也知道我有多讨厌他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这人 挺仗义挺成熟挺科普的 对啊 我现在也觉得这人还行 对他印象算是稍有改观吧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呀 不是这个黄老五都堵不住你嘴啊 就是印象稍有改观而已 我说说不行啊 你吃吧你 但是尽管温森 我听没有什么事都听不清吧 我比如说明就是 gens灵魂的这个国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妈妈们 亲爱的妈妈们 对于健康来说 对于宝宝的玩具来说 对不起啊 我觉得你可以多笑笑的 建议挺好 行 那咱们开始啊 开机 三 二 一 开始 亲爱的妈妈们 对于宝宝来说 什么最重要 我认为健康快乐的成长最重要 我们这款儿童四肩套质地非常地柔滑细软 并且颜色鲜艳 图案也非常富有童趣 再来 来 咱们再来一条啊 开始 无论你是正在成长发育的青少年 还是工作繁忙的上班族 或者您是需要补充蛋白的老年朋友 这一款蛋白粉都非常适合您 现在 惊喜来喽 原价两百元 只要您拨打电话 立即变成一百四十九元 还在等什么 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好 停 孙总喝了 太好了 孙总 您来了 都录完了 实习都录完了 真的啊 对 特别顺利 速度太快了 你先带着人果然 到那个厕所把这十一账给人结了 行 好 那个 夏衍 上次跟你说那个合同的事 我已经让法国做完了 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 咱们细节好好聊聊 那 行 行 行 那我在办公室等你 好 您慢点啊 好 好 辛苦啊 焦阳 玩去吧 关键是怎么说 你看看我这么说行不行啊 我是打算开门见山地跟他说 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不适合我 我也不打算跟他长期合作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委婉一点 就你别让他下不来台 他给你看合同你就看 给你说什么你就听着 有什么事啊 回来咱们再商量 行吧 那我先去啊 行 来 果然把这个麦给你 那个先憋斋 带着吧 临近门之前把那个胸脉往里憋呗 行 我知道了 来 坐 来 坐 哪位 杨桃 桃子 快来来来 来 进 你好 来来来 累了吧 没有 没有 坐 坐 坐 歇会 我跟你说 这路这么好几期确实也挺辛苦 没有 还行 叫你来啊 没别的事 我也不都圈子了 合同啊 已经做好了 你好好看一看 我觉得聘用期呢 咱就从三年开始 要是合作得舒服 咱就接着延续下去 年薪呢 就像我跟你聊的 先等我三双盖点 你当然 要是有什么想法 随时跟我沟通 孙总 是这样的 我昨天回去也琢磨了 您说的那个影视帝国 项目挺好的 挺大的项目 但是我 我 你看 我也不是学相关专业的 我这事可能 我做不好 我自己真是没什么把握 再说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真的没什么明星梦路要做了 我觉得我还是适合比较 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对 要不就算了 我明白 觉得自己经验不足 判错不好 是吧 我告诉你 你放心 我看好你 我是专业的 我可以帮你啊 真的 好的 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你有多大的能量 你现在就是一块普遇 售价掉出 就会光芒万丈 当然 你要是觉得 三十万少了点 不是 咱就五十万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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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钱没关 这不是钱的事 是 是 是 我明白 钱不能完全体现你的价值 是吧 将来你说你成了大明星 你成功了 支点钱做什么呀 这就是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你得罪了 你得罪了 我才能娶你 我 我知道